女孩只看了男人一眼 男人就把手里的滑子给灭了 怕女孩淋湿 他把伞也送给人家 碰巧警察小黑来找男人吃饭 小黑让女孩别随便接触陌生人 这个男人是棒子国一代骁雄 看看这粗壮的大胳膊肘子 干起丧失来可一点都不含糊 神来了都得叫一声马爷 因此也被称为战神马东西 晚上马爷带着小弟们聚餐 几万一瓶的福特加随便喝 突然看见新闻报道 郊外发生一起变态杀人案 被害人是一名女高中生 现场唯一留下来的物证 是一把雨伞 正是马爷送给女孩的 这下马爷怒了 带着小弟们冲出了饭店 整个屋子的黑帮倾泻而出 附近的宾馆酒店挨个搜查 就连酒吧KTV也没放过 小弟山姬好不容易逮着他 却被凶手捅了好几个窟窿 马爷赶过去时只剩半口气了 山姬给马爷指了方向后隔屁了 马爷顺着血字追进一间KTV 翻了好几个包厢 也只是抓到一个背影有点像 路过最后一个房间时 发现两个小老妹表情不对劲 他走进房间 凶手也在门后察觉到了 持刀准备偷袭 可他还是低估了对手 马爷直接抱起撞开门板 连带着把凶手压在下面 接着就是自带暴击的 凶手被打晕带到仓库 又是一顿大嘴巴的伺候 接着抽出一把40米的大砍刀 看到这儿已经很明显了 马爷和凶手之间早有丝绸 男人和对手分地盘 对方小老弟只是多嘴一句 男人就拔下他的门牙泡酒 接着推到对方老大面前 马爷还有一个技能 就是凭于自带暴击 对手吃饭把鸡嘴 他直接大嘴巴子呼拉上去 脸都给打歪了 马爷是棒子国的黑道老大 有人不服结果就是活埋 这天马爷让小弟回去休息 独自一人开车回家 途中却让人给追尾了 马爷下车查看并无大碍 司机又态度诚恳不停道歉 马爷也就没有过多追究 正要开车离去 可司机直接冲上来 对着马爷大妖子就是被子 马爷用力推开司机 但司机不断挥刀扑上来 靠着多年的实战经验 马爷见招拆招 凶手察觉碰见个硬查了 赶紧开车撞开马爷逃走 幸亏及时送往医院 马爷才脱离危险 小弟删击怀疑是对手报复 可马爷觉得司机不是黑帮的人 没一会儿 刑警小黑找了过来 表示对方是个连环杀手 让马爷配合他破案 马爷让他复尔过来 接着死对头也找上门来 嘲讽马爷堂堂黑到大佬 却差点被无名小卒弄死 并扬言要接管他的地盘 马爷找人画出凶手的模样 让小弟们去四处寻找 不过人没找着 凶手作案的那把刀却找到了 马爷记上心头决定借刀杀人 第二天新闻报道死对头惨死家中 杀死他的凶器正是那把刀 凶手看到新闻后愤怒不已 于是来到死对头的葬礼上 递给小老弟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有人用我的刀杀了你老大 晚上马爷和小黑正收集证据 突然被人包围 原来是小老弟带人来报仇 马爷只好开无双 打趴了所有人 小黑在打斗中失手杀了小老弟 马爷看他一副怂样 表示这条命自己替他背了 经过这一战 马爷和小黑正式开始合作 这是你绝对想不到的场面 警察与黑帮合作 只为了抓住杀人凶手 几百号人拿着凶手的照片 开始进行全程搜捕 小弟们很快找到凶手住处 凶手开车回家发现有埋伏 一脚油门直接就逃走 马爷和小黑赶紧追了上去 三人在马路上开始斗 凶手逮着机会跑了 追上去的小弟也被残忍杀害 但马爷最终还是抓住了凶手 在仓库直接就是一顿胖揍 可凶手却还在不断挑衅 马爷也不废话 拿起大砍刀就要剁了他 没想到小黑开车破门而入 撞晕了马爷带走凶手 令人气愤的是 凶手被送到医院救治 每天就是大吃大喝 虽然抓住了他 但警察根本找不到证据 凶手早把自己的指纹毁掉 法庭上凶手一脸胜券在握 因为棒子国法律规定 如果没有直接证据就不能定行 就在这时 一个虎背熊腰的身影走了进来 马爷是杀人案唯一的幸存者 他直接脱掉上衣 指着身上的凶手留下的刀伤 证据确凿最终凶手被判死刑 马爷也被逮捕了 原来小黑一尸二鸟 逮住凶手后以涉黑罪通击了马爷 并且查封了马爷的地盘 把他的小弟全部抓起来了 并在开庭前一天找到马爷 让他开庭作证 马爷答应后提了一个要求 让他进去后和凶手一个监狱 这天清晨 一辆警车开进监狱 马爷从车上下来 一旁的凶手看着马爷的到来 显然已经吓傻了 最后马爷拿着绳子来到澡堂 看着露出凶狠笑容的马爷 凶手知道这回逃不了了 有道士 墙中自有墙中手 恶人自有恶人魔 电影恶人传 全员恶人 但代表着不同阶层的立场 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做呢 观众朋友们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还请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